今天午後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氣象局在下午針對了南投縣 高雄市等地發布豪雨特報 而其中在南投竹山鎮民間鄉一帶 在四點多就下起了大雨 而雨水宣洩不急 直接灌進了市場大門 停車場還有民宅 就連道路也醃成小河 大雨下個不停 整條道路嚴重積水 汽汽車行行紛紛進起水滑 不僅道路積水 連停車場出入口通道 也都淹成一條小河 26號午後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氣象局針對南投縣 高雄市嘉義縣等地發布豪雨特報 其中南投竹山鎮民間鄉一帶 從傍晚四點多開始降下大雨 雨是來得又快又猛 大量雨水宣洩不急 直接灌進市場大門 水滿多的 水量很多從那個大碎瓜排出來嘛 然後已經到人家的家裡的裡面進去了 不只市場還有民宅跟店面也通通被波及 居民只能趕緊拿掃把拼命掃除泥水 不過每每下起大雨就會出現這樣的積水慘況 實在很無奈 水到很苦 如果下大雨的話就這樣子 都會這樣子 它會關到家裡面就對了 有時候會到那個魚雞那邊去 30幾年了 有改善啦 他們都沒有處理 不要很方便了 鎖心雨是一個小時內趨緩 積水也立刻退去 沒有釀成嚴重災情 接著曾如辰南投采訪報導 好